前程往事已是过眼云烟 我早就不在乎 你怎么能说不在乎 我们正常错过了十年了 你为了逃到王阵天宫 给我盯紧他 银哥哥 为了庆祝你当上城主的百天 我特地为你准备了宴会 你明明知道 今天是老城主的百天祭日 这就是你想要的 你觉得呢 听完姐姐武器着群 冠绝苍龙城 不如趁此机会表演一场 不如趕着 够了 婉儿 我想 向你道歉 我也没有相信你 所以造成了很多误会 口头道歉我已经用过了 那你 只能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歉意了 我的行动你可还满意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 你用过的衣服洗再多也无用 我又不是你的丫鬟 要扔自己扔 你把衣服拿走 公布 公布 福利 安 是 酩 这香料 竟是这种奇异之色 这气味 跟寿宴上的味道一样 难道爹的死跟这个有关吗 林霞 林霞 我就知道你有事瞒着我 你身上怎么回事 怎么尽似寒冰一般老 我的事不需要你管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在这 我的生死与你无关 林哥哥 婉儿姑娘 一切都是我做的不对 现在才说 走干嘛去了 倪岳姑娘的道歉我可受不起 再说了 道歉有用的话 要惩罚做什么 既然你这么诚心地祈求我惩罚你 那你就在这儿过一整天吧 赵同志来收拾他 婉儿 竟数月查询 我曾找到义兄的贴身小撒捷 正是他被收买 在义兄手宴的酒里下了乌尘堵 原来是他 今天是花灯节 我陪你逛逛 方三你说 要去花灯节对吧 其实 我有话想跟你说 林哥哥 老二 老二 若这世间 朕有神灵 为何不知条命路 我到今日才来看清你的真面 你以为 你逃得掉吗 老城主 自吻而亡 我主上林霄 您没受敌 继任苍龙城新任可 即任迎娶苏婉儿 恭喜城主 赫庆城主 总有一天 我会揭开你丑陋的嘴脸 将你钉在苍龙城的植物柱上 为我爹报仇宣恨 为我爹报仇宣恨 在这 我一定要用她的身套 我一定要 立下满满 你究竟和谁有这么大的仇 你这么聪明 难道不知道 小心 你 我灵霄对苏婉儿几时 我灵霄对苏婉儿几时 从生今世 我也爱苏婉儿一人 纵然花旗只有短暂瞬间 我对婉儿的爱 勉强不及 我心 于君头 你 灵霄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前程往事已是过眼云烟 我早就不在乎 我一定要用她的身头 却今天我们临家满门 我乃城主独女 身份娇贵无双 不要 不要 我要杀了你 你以为 放开我 你逃得掉吗 你应该知道反抗的后果 尽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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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你断了这念想 不好吗 就算我跟她是一场孽缘 我也要与她纠缠到底 林桑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可能你们注定 是一场孽缘 我救了你 我要伤害她 我要杀了你 枪头到尾 都是一场谎言 她的命对于我而言 比什么都重要 林桑 为何命运要如此撞弄人 如果我们换种方式相遇 或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 继续啊 放开我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你应该知道反抗的后果 有意思 现在可以好好谈判了吧 谈判 你也配 撑住何必如此心情 我这是在教你 如何服侍服君 莫及 我们还有一晚上时间 慢慢来 我曾在菩萨面前 与她许下诗言 生生世世不离不弃 她若死 我绝不会毒火 我绝不会有任何上步 从今以后 你的呼吸里只能有我 睁开眼睛 你只能看我 你也要如此 眼前的这个人 是我年少时的欢喜 也将是我 此生的两人 我许下诗言 我许下诗言